這是我大勢的時候 這個就是索菲亞 對 大學四年級的時候 這幾年前的照片 快20年了 我現在37 哎唷 這麼多啦 對對對 哎唷 你都沒變 然後我很感恩這些同學 我這些同學他等於是 我那時候大勢的時候 開始準備要脫離宮廟 是他們陪我走過來 他們也都曾經在我的宮廟裡面 等我下班過 哎呀 這一張不是那麼優 你知道為什麼嗎 怎麼說 因為後面是博愛街 好 等一下 先解釋一下 國外做是給有需要的人 那如果有人來的時候 當然要起身 但是沒有的時候是可以做的 哎呀 想不到你來反應這麼快 沒有吃中的 真的啦 好 剛剛那一張是 這個索菲亞大學的時候 這張咧 這張也是大學的時候嗎 對 就是大概大一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白天上學 然後晚上就在宮廟裡面工作 你做個大學還在學部 對 大概在大勢畢業的時候 大勢畢業 都還在 所以感覺上還蠻累的 看那個變身 對 蠻累的 好 那這個就是索菲亞的小時候的照片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我只是那個告白一下 我真的覺得我只要 每次聽到戴天命三個字 我就覺得好感慨 就是那個壓力很重 因為我是覺得 我個人被戴天命這三個字 綁架三十年的那種感覺 因為就是 當然啦 很多人是很發心 然後幫忙解決大家的困擾 然後有些無形界也願意幫忙 那很多人也希望藉由這些無形的 或者是這些所謂戴天命的人來協助 但是我自己這麼些年來覺得 我舉一個佛教大家比較普遍聽得 聽得懂的就是 法力不敵業力 業力不敵願力 誰沒有生老病死苦 然後 對 而且我覺得所謂的戴天命 除了說什麼看到感應到 我覺得最需要是智慧 對 那我是覺得我對我自己如果最慷慨的就是說 當年可能我只有十五六歲 然後要處理這麼多事情 我確實沒有做得很好 因為我那時候還沒有體會到一個真理 就是人是不能聽真話的 對 所以有些很多事情沒有辦法處理的很完善 就比方說 我們去人家的靈堂 然後人家家屬問說 家屬問說老人家有什麼要交代的 我就說他都很圓滿 他現在只有擔心他的女兒而已 還小 然後要長大 要好好照顧這樣 然後家屬就翻臉了 然後我就想說你找我來幫忙 然後你又翻臉是什麼意思 後來還知道 那是小三的女兒 然後還在打官司 可是我們不知道 然後我們就不小心在大庭廣眾之下 把人家家庭秘密講出來 然後 對 所以比如說 其實這種處理人的事情 有很多美 或者是像以前 常常人家是希望你開藥單 對 然後譬如說我開了藥之後 開給他 然後看了他說 他說這是什麼 我說我看不懂 我說你當然看不懂 你去中藥行自己抓 你看得懂中藥的話還要你嗎 然後就 這要每天喝 我說對啊 那個就是早晚都要喝 蛤 這要煮喔 我說 對啊你就去中藥行 你自己抓自己煮 就是早晚 就是通 就是通明就通這樣 你就自己 自己要弄這樣子 蛤 要喝七天喔 他說 那那個有沒有比較 那個方便的 對方便的 我說有啊 他說什麼 麥當勞 他說 嗯 麥當勞可以好嗎 我說不會啊 我說那你幹嘛叫我吃麥當勞 我說你不是要方便嗎 方便你就吃麥當勞 那藥單就是這樣啊 可是他不要啊 他要是說你可以開十幾豆 呼涼給我 然後我 我喝了就好這樣 我就說 我跟你講啦 這種東西也要吃也要喝 就是很多 就是說你認為有些人 當然有很多特殊的案例 但很多人其實是生活習慣病 就是你只要改善了 你就算是卡因 也會好 就是說 因為阿飄根本待不住 如果你身心健康 他也待不住 跟不住你 對 所以真的很希望 社會大眾也可以放過戴天命的人 以前小時候 那個 國一的時候 被同學也是 就是類似霸凌啦 你有法力呢 所以我揍了他一頓 那後來 他的名字我到現在都還是記得 你也記得嗎 對 就是那種小時候被欺負 我是不相信你記得 來名字講出來 私底下講 然後那個還有 像人家常常跟我講說 你譬如說 比方說童年少女啊這樣 被教老師啊等等 你應該 就是為什麼我會這麼不開心 也是跟童年的被霸凌有關係 就是小時候就會被笑說 只要跟他在 然後就會看到鬼 然後就所有人都一轟而散 或者是有小 你被排擠在外 對 然後或者是他會拿著開玩笑 或者是說 叫我請他們吃糖果 我也是印象很深刻 我就請糖果請他們吃 你分糖果給他吃 對就是 那我們以前很容易獲得糖果嘛 他就分給他們 跟朋友們吃 然後結果那些玩伴們 應該是事先先套好了 小孩都很幼稚 套好了就是 糖果分完之後 他們就是圍著一圈 然後對著我說 哈哈哈哈 我們騙你的 然後我們不跟看到鬼的人一起玩 然後啪 所有人都散了 一哄而散 對 我覺得那個一哄而散 所以讓人是不能忍受 然後你就一個人丟在原地 然後你也不能說什麼 然後我就自己默默就走回家 所以對我一些這種 很不好的記憶的那種連結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會有 你會覺得那種 看到鬼這件事情 你是不好的 被白騎的 被嘲笑的這樣子 可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看到鬼的都可以上節目 然後我後來到 在成長過程 因為你功課好 然後體育又好 其實比較不容易被霸凌 這是優勢 不過我後來再被霸凌 大概是出社會的時候 是當棒球裁判的時候 那當棒球裁判前面兩三年 女生當棒球裁判 對 然後就會被叫那個雜貌 然後這樣被修錄 什麼雜貌 那個雜貌 那個雜貌 我前兩年沒有名字 他們都叫那個雜貌這樣子 然後嘲笑你的身材 你站竹子 你那兩個奶奶放哪裡 類似這種 就是講這種話 你說你會煩惱太多 你帶那些旁 帶那些旁 帶那些旁 對 或者是你到一個 那個球場的空間 然後說沒有人要跟你講話 你給人家打招呼 沒有一個人要理你 類似這種東西 那其實 因為那時候已經二十幾歲 那你已經成年人了 然後我在其他領域發展是OK的 可是這種傷還是在 那我是覺得我後來做一個轉換 我那時候心裡的 OA就是 沒關係 你會老我會長 我繼續努力 我佔我的裁判 我會走出我自己條路 所以是用這種東西來對抗 那個時候霸凌的不舒服 可是你說那些記憶會不會不舒服 現在會 是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當有其他的女生跟我講說 沒有啊 我們都沒有遇到啊 為什麼只有你遇到 是不是你的問題 這種東西的時候 更傷害 對 所以我可以知道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太強的個案 太強這個 對 你的過去的那些經驗被否定 或者是有人跟你講說 你不要再講那些事情了 就是 現在都沒有了 那你為什麼還要講以前的事情 只有發生在你身上 可能你自己也有問題啊 那我們都沒有發生在我們身上啊 所以你不要再講了 就是這種東西是很 我覺得 講到過往霸凌的事情的話 是反而是這樣子 我會很受傷 沒錯沒錯 所以人家講說 如果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 你不要叫 一直叫人家原諒 對 那 這個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在講的時候 你不希望聽到說 否定那個事情存在 那你希望人家怎麼對待 我們希望就是說 當然我現在就是希望就是說 原來我們過去受到這些苦難 或者是這些挫折 或者是受傷 我們可以把它轉換一個正向能量 變成說我們來保護其他人 以後不要再受傷 所以我會努力的推 女權來推反霸凌 讓不要有人把傷痛轉換成助人的力量 這是我覺得很好的 那你剛剛講一句很關鍵的話 我會說好 你會老我會大 你會老我會大 他老的時候要怎麼辦 也沒怎麼樣 就是我們來改變這個環境 不要再讓這些事情發生 對啊 所以現在 我們現在坊間很流行講那什麼 逆真元菩薩 對 我就很討厭人家跟我講說 他是你的逆真元菩薩 你要感謝他 因為他你才有辦法今天 對 然後我都跟他講說 我的成長是因為我自己的努力 跟我的力量 他還是不能這樣對待我 他是你的貴人 不 我是我自己的貴人 我自己長出力量 我沒有理由要原諒他 除非他跟我道歉 否則我沒有理由原諒他 你沒有講出來他怎麼跟你道歉 你講啊 他名字 名字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像有些這種逆真元菩薩這些 或是他是你生命中的這種 他反而是當作貴人來看 這種講法有時候是被那個 還有傷痛人是很壓力的 是另外一次的受傷 有道理 非常好 索菲亞曾經在彰化發生 紅若潭那個房子的時候 聽說你有受委託 當時是沒有啦 是好像是去年吧 去年那個公共電視有找我去 那也是去主要是談生死 可是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就全部 他家真的滿大 全部都去走了 然後我連那個分化爐我都 已經卡住了開不了 但我試著去 黃若潭還在啊 沒有把它運走 沒有沒有 他只是運到比較邊邊去 那是景點 那是景點 老實說啦 我真的憑良心講 真的沒看到什麼東西 可能是年代已經太久遠了 久遠 對 所以我那時候 並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但是如果是 像這種 凶宅那個 我真的都很不喜歡處理 因為包含說 就像剛剛慈惠講說 那種命案的 我們也是 就是也是人家拜託 然後去 然後一去一進去 你就不分青紅照牌 你本來想說好好的 看我們能為他做什麼 然後只要聽到 那無形的一喊說 我不敢 然後我就說 好 謝謝再聯絡 這我真的幫不了 因為那個是真的很難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去 為他做什麼 我們只能就是說 勸他的家人或什麼 就是說 幫他多做一點贊譜 多做一點好事 什麼叫做無形的跟你講 我不敢 就是我進去的時候 我聽到他跟我喊的那個聲音 就是哭喊的 一個女孩子 就是哭 我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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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燒炭的 對啊 然後我就 可能這我就 我真的是幫不上忙 我就離開 你有聽到 對啊 他有現身嗎 那時候看 那時候我感覺的時候是有 可是就在那邊哭我也沒辦法 那你為什麼不幫他嗎 我能幫什麼 他就說他不甘啊 他不甘願 他不想走啊 他不甘心啊 那我怎麼去介入啊 其實他有時候 每一個他去 就是選擇自殺這一條路 都有他的故事 跟他的不甘心 那一般就是說 這個願力會存在 他的意識 那個力量很大 會存在那個空間 那一般呢 佛教都是會用度化 讓他把心中那個願力 要聽經文化 讓佛菩薩去幫助他 對 那個力量會比較大 但他就不甘願怎麼辦 那如果 就是不甘願才要度化他 我不要聽 我不要聽 我要化過紅衣女鬼 不會 其實他不甘心 你現在靈完不靈耶你 他不甘心在那邊 你怎麼還有穿紅衣服 自殺的怎麼辦 對 他其實一直在那裡 他也 他其實有不快樂 也不舒服 那所以我會建議 就七月份有很多的 大的寺廟或是佛寺啊 都有在辦超度法會 可以幫他們做梁王寶燦 或是水陸法會 對 因為地藏王菩薩 都會出來幫忙 凶宅我會建議就是說 原屋主可以做一些功德 給這一些發生在現場的 這一些 這一些靈界的朋友 要不然都沒有人去幫助他們 他們就意識跟願力 就一直在這裡 越久 他的力量就越強 而且他們那些無形的會聚集 對 會開會嗎 會 會吸引 會聚集 對 所以以前 算不用喝一個米酒 開講一下 就是以前也是都會有人會找說 我們可不可以幫忙處理 幫忙化解 老實說真的很難 因為像我們只是翻譯或去溝通 然後你說請什麼神來或什麼之類 可是你想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你都沒辦法接受了 更何況是他們 然後而且有時候那無形 他一走的時候 就像老實講那種西郎鼎 他其實你很難跟他溝通的 他只有那個意念 我覺得他就殘存那個意念存在 那你說我們好好去跟他講 然後你說念經給他或什麼 你在那邊跟他什麼談判 我真的覺得 效果都有限 我們只能盡力去做 那你說 超度要幾次才有效 我真的也不敢掛保證 因為每個狀況不一樣 就像是有人去 我們人去心理諮商 你說什麼時候傷痛會過去 那是一輩子的事情 不可能是致死方休 所以像這樣子的兄弟 我通常都會勸 那個市主或者是屋主 或是要買的人 我就說 你就奉獻出去三年五年吧 就是把那個空間 拿去做給社福團體或宗教團體 無償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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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就給我做倉庫 就是你讓人家無償的去使用 因為在古時候 理論上的話 像這種房子是要打掉 然後讓它曝曬太陽 曬太陽 曬太陽 把土挖起來 挖到一定的深度 對 然後才可以 才再重新蓋就OK了 可是現在不可能 現在大樓也不能整通炸掉 影響太多 所以現在的 我們現在建議的處理方法 就是你讓它變成一個 給它做一個公益 或社福的空間 做幾年了 你就了這三年五年的 蓄水 你說會做公益 蓄水 你如果真的還 我也是有聽到 就是說什麼 那我可以租便宜一點 打折給你 你既然掛愛這個 就隨便你了 我真的很討厭跟人家 談判這種東西 你要你就 你就捨得這五年的房租吧 因為真的有很多老師 風水師 專門在幫兇宅業者 做這種進化超度 跟打擊的那個動作 可是那些老師也說 實在不是什麼名門正派 都是歪勾的 因為你幫人家 把這個兇宅進化 把裡面的阿飄趕走之後 然後能夠賣抄價 他去哪裡 他能量物質不變 他去哪裡 就不知道 所以有些都是詐騙的老師 說我幫你進化好了 然後這個是兇宅的 可以原價賣出了 所以他真的原價賣出 賺了很多價差之後 就發現其實還在裡面 能量物質不滅定律 沒有我說如果 對啊理論他還在 科學上 對於阿飄是一個能量 在房子裡面 因為怨氣他是一個能量 在科學上 有人解釋是這個樣子 那時候 我臨時接到導演電話的時候 他就說 有事要找我幫忙 我說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我覺得 廟方這樣講也對 他們原本答應出戒 可是後來他們想一想說 不對耶 這個是媽祖的地方耶 怎麼沒有問過媽祖 他們自己就說要借別人這樣子 所以廟方就說 那不然你們問一下媽祖 你們擲筊問看看 媽祖要找我們 當然就找你們 結果他們好像有三個人去 就找廟的啦 然後導演還不知道哪一位 三個人去擲筊 然後都擲沒筊 所以他們當天就問我說 那個可不可以去幫忙 那我本來是想說 他不願意借我們換別間嘛 然後結果他就說 就要拍了彈何容易啊 還要換這個地方這樣 我說 然後我去試試看 問問看好了 然後結果去那邊的時候 然後 聽了廟方的難處之後 我就說好啊 那我們就誠心誠意的請媽祖 來幫忙嘛 然後那個時候 就跟媽祖稍微溝通一下 那媽祖也是好意 他意思是說 你們什麼時候不拍 你把我摔七個時期的時候在拍 啊他們這齁 他們這波動很盛大 很豐盛 他說到時候這邊眾生很多 他會擔心說 他會怕說 沒辦法全部很周遭的 照顧到我們 保護到我們這樣子 然後怕說 會我們拍攝當中 會有一些不順利 然後覺得這個時間 可能不是很恰當 那我就跟媽祖 那個天上聖母就跟他說 我說 唉唷 我說 現在你看 現在台灣經濟狀況也不好 然後也很少人願意 給年輕人機會 那影劇真的是寒冬 沒有人願意投資 啊好不動議 他們洋人願意給我們那麼多錢 然後給年輕人一個機會 你看所有的團隊 都是30歲不到的年輕人 你給我們這個機會嘛 就是給這些孩子拍拍看 然後第二個啊 你看我們這個民間信仰 常常都被醜化成是迷信 然後一堆神棍啊 就利用這個斂財 我說你透過這個戲劇 你也有媽祖的名字 這個 亞洲23個地區 我都知道你的名字對不對 讓我們知道說 什麼才是正信的信仰 不要被這些 有的沒有的騙的這樣子 拜託啦 你給我拜託一下 有人有聲 三個筊我問這樣子 然後 啱啱啱就三筊 三個筊 然後廟方就很開心 他就說他們這樣也放心了 因為 畢竟那是媽祖的房子這樣子 蛤 蠻有趣的 媽祖你起來很明利啊 也是你看到了沒 應該算 我還是TK你知道嗎 因為 我在娃娃應該講過四次有了 你也幫過我四次了 對 連 連 那時候 來找 沒我一天的 沒我 對 穿七衣要認好她的不是我 我因為記者嘛 眼見為憑 那天晚上 我就睡睡睡睡 我是四點被驚醒 四點 我看我的好朋友幫我看看是不是真的 我就是睡在 夢 睡跟醒之間 剛好在那個交界 然後我最後要起來的時候 我自己想 感覺是說我在一台車上 然後我是跨在方向盤那邊 在方向盤 就等於變過來嘛 然後 我感覺好像左邊這邊有人在叫我 那我就眼睛 因為睡覺不是很順嗎 所以我就眼睛往這邊一看這樣 真的有一個人 那個人呢 就像 那個平平的 但是就像你在玻璃上面看到一個人倒影 那個樣子 平平的 他不是像我們這樣子 因為他以前跟我講過是這樣 那我看到那個 就好像 因為我在這裡嘛 沒有人不是在這裡 有個附加子座 我覺得好像在這個地方 就在我旁邊 然後我就這樣看他 他這樣子瞪我 那個表情像瞪 但是你可以想像 就是整個黑人 但是那個也這樣給你看 這樣 那我就突然喊了一下 說 靠腰不會吧 然後我就再睡夢中再看一次 然後那個人就這樣 就越來越近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 因為我比較怕 就怕有社會新聞的 我就 就是 誰敢碰我 想要罵出這句話來這樣 因為我總覺得他近嘛 誰敢碰我 然後我就在 誰敢 碰我 這兩個字中間 我醒過來 所以我醒的時候還在講 碰我 可能誰敢在夢裡面講 但碰我是在講出來 我自己知道我醒了 然後講 碰我 然後 我家那個 一口馬 我會養一隻狗 他在旁邊 就一直 我想說 嗯 你不要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然後一起來我想說 會不會真的看到那個東西 那我要求證 我會大早 那個4點 4點發生 然後我就一等等等等等 然後早上 然後我就 要去問一下我們的製作 那個陳 我們那個陳製作 然後我說 他說 欸 幾個禮拜前 洪宜哥在節目上 叫大家 那個 來看我 來看我 那一集 什麼時候播 你知道洪宜哥我多希望 他跟我講說前天 大前天 或者是上禮拜 我多希望 他跟我講說 還沒播 他說 他就剛剛 11點 當天播了 11點播 結果你凌晨4點碰到 8點播 11點在播 然後我4點被驚醒 然後我聽他們說 好像3點有在播一次 好好好 通播 我有3點 好啦 我們再印證一下 今天再試試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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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泡咖啡我不要 不要 捐給立心 捐給立心 你不是什麼 對不對 替他做的 不過我也有自己很勇敢 你知道嗎 你看到那時候 你整個人是冷掉了 你真的還是冷掉了 哇 不會吧 怎麼會是這樣 那種感覺 那個眼睛 就是像在瞪你 可是他沒有演人 沒有白色這個 那我多希望 仲偉跟我講說 前天 大前天 那我就沒事了對不對 我就過了 這關我就過 到現在不會 到現在還在怕 就跟我講 11點到播完 3點重播 我4點遇到 那你現在還有天氣嗎 有沒有 還是沒有 試試看 不過我補充一下 你如果又是天氣了 我們再拜託 不是 我相信 我相信 你看我覺得 像那個羅大哥 那個有志的那個反應 我就覺得 你真的有這種體驗的人 你應該不會去做壞事 對啊 所以那些 你自己都知道 有這些因果 然後這個 那個 尚惡 你都知道這種尚惡 你怎麼還敢去做壞事 那我怕暴力嗎 真的為什麼要來找我 這真的被雞 你死去嘛 你在那節目一直拜託 我以前也是因為嗆過 他們被整過都有啊 真的嗎 就有啊 有啊 好啦 我剛剛說一下 我們為了殺火 殺火 我覺得嚴正回憑 好啦 嚴正回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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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就好 一回就好 他有時候羅友之母 不要來找他